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诗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生活APP 今天节目呢要带观众朋友来到新北市新店的西州部落 一群年轻人呢在这里成立了一处食菜好文化工作室 除了希望借此让外界更加认识阿美族的野菜文化之外 也希望带动部落未来的产业发展 他们透过田野调查了解阿美族的独特餐饮文化 也邀请部落的妇女朋友一起加入 让原本被视为杂草的野菜 也能够成为餐桌上面的特殊佳肴 那么究竟呢他们的想法跟理念是什么 而这项野菜计划要怎么进行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团队成员之一的陈思玉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思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思玉我们刚提到你现在是在新店的西州部落进行这个野菜计划嘛 不过在谈你们这项计划之前 我想请你这个先谈一下 当时候呢我们怎么会有提出这项这个计划的一个想法 就是从前年开始我们有想说要认识这个部落 所以我们在每周五的时候其实就会固定到部落去 然后那时候带我们进入到部落是 程商所的吴金庸博士 那他带我们进去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到那个库米阿姨的小面餐那边 那库米阿姨那时候就会招待出 你到刚才栽出来的那种野菜餐 对然后我们就是再吃了这个野菜餐之后呢 认为说这样的野菜餐那是很有机会跟很有它的价值可以发展成一项野菜计划 那我们希望可以再把就是西州这样的阿姨的野菜可以再推广出去 所以你们才提出这项计划 所以这个是台大城乡所吗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我们的工作室成员都是我们台大的这个成员吗 还是有其他的人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其实是来自各不同大专院校 那有北大有福大有台大的 然后也有东吴大学的 那其实我们也是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 然后现在也都毕业 对 所以你们是长时间在我们这个西州部落做一些文化工作嘛 对不对 一些社会社会运动的工作嘛 是不是 是是是 所以才这个后来才因缘机会 吃到这个野菜就大概不错 所以可以这个多加的这个推广了 不能相信这个有听众朋友对这个原住民的野菜并不是很了解 我请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些野菜在这个阿美族的这个原民生活当中 它扮演的角色是怎么样 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吗 其实在传统的阿美族的晚餐当中或是午餐 他们其实都不会忘记野菜这道菜 那他们其实以前的日常生活方式就是 可能早上会去采野菜 那中午就会直接把这野菜煮来吃 或是甚至晚餐也会加入这道野菜餐 对那其实在他们的重要地点当中 比如说丰延祭或是海祭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们餐桌上都会摆满各式各样的料理这样 对 所以这个野菜在他们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啦 这等于是他们的这个独门料理就对了 对然后可能有人会说 诶那蝶族也有在吃啊 就是那阿美族为什么会有这个特色 那我们就回答他说 其实就是阿美族真的是吃最多的 他懂这个野菜是懂最多的 因为像阿美族他们就是会被说是 他们只要经过一片草地 那这片草地可能都会变成一片荒野 因为被吃掉吗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没有这么夸张啦 就是其实就是开玩笑会说 因为他们真的太会吃野菜了 这就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智慧啦 就是要怎么料理这些野菜 所以他们这些在居家生活当中 他们是有大面积的在种植吗 没有耶 他们其实不会大面积去种植 就是他们基本上像以前就是会去采集 那有些如果觉得真的很好吃 就会拿回来到他自己的菜园里面去种 那近年来其实就是野菜专家那个无学类教官 他其实有发现说 最近气候不断在变成 然后环境其实有受到破坏 那整米野菜都在消失 所以他才会开始在花东那边有做 保总计划跟富裕计划 希望可以就是让部落这样的饮食文化跟 阿美族与自然环境共生的这样的生活智慧可以推广出去 对所以从他开始我们才会在花东那个农改厂那边 还有就是帮茶农厂那边才会看到更大面积的种植 是为了就是要继续富裕下去继续保存下去 嗯嗯嗯嗯 对对对 不过你们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你的工作室成员 大部分都不是这个原住民朋友嘛 那我相信你们对这个野菜原本就不是很认识 不过你们在这个进行这项计划的时候 你们总要认识这些野菜吧 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认识这些野菜啊 就一开始我们其实都是去查找一些过往的文件 比如说有本书叫做台湾新野菜主义 那这本书就是就是雪月教官自己写的 我们就会从这些文献资料去看 那在呃一开始我们进入到部落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会不断的去请教部落们的 部落的族人们有关于这些野菜的知识 嗯嗯嗯 然后像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很无聊的时候 就会待在Komiya她的厨房旁边 然后我就会待在旁边一直看她就是煮野菜 嗯嗯 然后就会一直翻她是 然后她有时候可能就会说 啊你不要一直在我旁边 爱手爱脚 对她就是我很爱手爱脚 对然后呢在就是今年度的上半年 其实我们才有更正式的野菜工作坊 那我们把它命名叫做名模大主厨 那藉由这个工作坊 其实我们就是有更深入的去了解 每一株野菜跟每一道料理的烹调方式 或是它的营养价值功效 又甚至是说就是在这个阿美族它背后吃这个野菜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嗯嗯嗯对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坊是有邀请这个部落的一些不管是妇女朋友或是一些知道怎么料理的居民来教你们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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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大家都很开心我们来这边 哦这个很难得啊大家想要认识他们的野菜文化了相信他们应该很热情的在教你们吧对不对 是是是是然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会就是拿纸笔做记录 然后当我们每次开始记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我们拉过去说 哎我跟你说你不是很想学吗 那我跟你说知道野菜它的族名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吃它等等的 哦很热心的要教你们了 其实这些野菜是只有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可能山地部落才发现得到吗 还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都市里面也是常看得到 其实它很常可以被看到 哦哦哦 对就像是之前理事长就有很常跟我们说 呃就他每次开车然后经过那个安全岛 然后安全岛上面其实很多对我们来说都是杂草嘛 嗯嗯那那些杂草他说其实那就是苦聚菜是可以拿来吃的 嗯嗯嗯嗯嗯嗯 对然后又或者说我们在公园里面会看到很多草类 那有部分比如像是芦苇鲜或是芒草鲜 又或者是我们很常就是以前小时候不是会拿来一直丢人的那个 会粘在衣服上那种旋风草 对那个旋风草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吃的 嗯嗯嗯嗯嗯 对只是在都市里面的草类有些可能会受到污染 然后族人们可能就会跟我们说 诶那个你就不要吃吧 就是他可能有点污染了这样 嗯哼哼哼哼哼对对对 哦所以原来是在我们这个都市生活也看得到吗 安全岛也有 对啊安全岛也有 对对对这样有趣 哦原来这个都是一些很专业的知识啊 相信这个他们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生活的经验的累积哦 才知道这些菜是原来是可以吃的 波动手边读到资料其实我发现你们的计划当中其实对于这个野菜文化 你们有所谓的呃创新跟这个传统两个部分嘛 嗯嗯我请你谈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有研发一些这个呃新菜色啊 哦就是我刚刚有刷那个工作坊嘛 那后半部分就是我们有跟呃几位师傅合作 那那时候我们有做出几道比如说像四冲饭团 嗯嗯那这个四冲饭团呢 它是就是用呃就是饭团嘛 呵呵那里面会加上四冲跟里面还有一个是呃客家料理当中很常会出现的一个 屋梅 是对那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料理这样 嗯嗯那除此之外我们之前其实自己也有制作了几道 就想说就是在工作坊之前呃我们有想说 就是可以自己先研发几道不同的料理 虽然说我们也不是专家啊 但就是尝试看看 对对尝试看看可不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那那时候我们有做出一个是苹果赤葱茶 苹果赤葱茶 嗯那还有一个是呃以中东式的那种优格去腌肉那种方式 然后做成的赤葱优格腌鸡肉 哦哦哦哦 对就是我们自己有尝试去做 那呃呃当时在工作坊的某一堂课 我们就把自己做的这两道菜给端出来 嗯哼 给族人们去试吃 他们觉得都还不错 嗯哼哼哼哼 对对对对对对 你刚刚提到这个赤葱就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生活当中 很不可或缺的一项 他们算是这个调味料嘛 对对一个植物嘛 对就是它跟葱跟蒜一样 其实它就是能够拿来调味的 那其实在就是比如说台北的建国华士 其实就也可以看到赤葱的存在 就是它虽然说是原住民的料理没有错 呃原住民的野菜没有错 但是呃因为它的味道很特别 所以其实在呃我们汉人或是在其他族群当中 或是在平常都市生活当中 也很常会看到这个赤葱被用来当作一个调味料 嗯嗯嗯嗯 哇那面也设计也蛮多的哦 这个赤葱饭团 哦这个赤葱茶哦 赤葱腌鸡肉 哇对对对 听起来好像味道都不赖哦 哦很不错 嗯是所以我们这些这个创新的这些菜色 都是有邀请一些部落以外的这个师傅来做协助吗 是是是呃除了我刚刚说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那上次葱饭团就是我们之前邀请那个 绿点点点点的一位呃厨房姐 那他来教导我们做这一道料理这样 嗯嗯嗯嗯 就是对 哦所以这个外面师傅来教你们 然后你们自己的这个尝试来做做看就对了啦 是是 不过我知道你们前些时候有办了一些这个呃 阿美族的野菜体验活动嘛 嗯嗯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那次办活动的经验啊 这个外界反应是怎么样啊 哦大家都很开心 哦哈哈哈哈 就是他们都很开心就是 因为我们下午会有就是野菜造势 嗯嗯嗯 跟就是带他们去呃不管是采野菜或是认识野菜 就是带他们到呃族人的菜园里面去 嗯嗯嗯嗯 他们其实都很开心可以去知道说 哎呃原来这个菜可以吃哦 嗯嗯嗯嗯嗯 就是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这种可以吃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他们大概一天当中就认识了十几样的野菜吧 哦哦哦哦哦哦哦 那族人他们也很开心可以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哎你知道这个菜可以吃啊 阿斯奇来其实就是呃会有点苦味啦 但是你煮下来就不会有那个苦味 或者说他就会说哎这道菜其实就这个野菜它其实很利尿啊 又或者是说就是他会让身体就是比较健康 那就是带他们到太原的时候 又开始会就直接摘下来 然后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啊 那个是什么啊 就是一个一个当地的直接给他看 所以你们是实际带他们去这个大自然走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大自然的课程 跟这个料理课程结合在一起 是那还有一项是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吃野菜跟认识野菜 这件事情是可以让大家更知道 阿美族文化又甚至是整个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们在下午开始 就是在大认识野菜之前 其实有做一点都市原住民议题的讨论 那这个议题的讨论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说 就是台湾的都市原住民在现在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因为他们从花洞来到的都市当中 几乎都从一些就是底层的劳动工作 然后为了赚钱他们没有办法去翻转地的阶级 又或者是说他们就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那他们就是这些主人他们没有发现 这野菜这种东西不只是可以放在他们生活当中 事实上可以作为一种教导或者是作为一种分享 让大家更认识这样的野菜 那这野菜就像我们现在想法是可以变成一种经济 对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透过吃野菜这件事情 可以更了解就是都市原住民这一块议题 又甚至更扩大说认识台湾文化有原住民文化这一块 那原住民文化这一块不只是有歌唱 不只是有舞蹈甚至有更多的东西 是在他们本身的生活智慧当中 所以你是从这个生活的方面去做切入 让大家来多了解这个原住民的一些相关的议题方面的问题等等 是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野菜的料理 那以你自己个人而言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道这个野菜你自己尝起来还不错的 这个风味你觉得值得推荐给这个听众朋友的 我觉得我最前见的还是他们会做那种大锅菜汤 大锅菜汤 对就是他们很常会把很多种野菜全部弄在一起愿成一道汤 可是他们就是到底要参哪些野菜 他们其中都有自己的一种拿捏跟斟酌 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学 这有点难因为他们吃惯了很多种野菜 他们知道哪种野菜可以放一起 然后我刚做的这个就是大锅菜汤啊 比如说之前工作坊就有一道是六菜一汤 他放入了龙须菜、丝瓜、茄子、腸豆、南瓜鸟 还有芋头鸡 对他放入很多菜到这个汤里面 可是你喝了那个汤跟你自然吃的菜 你就会觉得怎么一点都不违和 就很好吃 很脏的一道菜 这就是他们厉害专业的部分 对就是他们整个 就是生活出来的一个智慧 是 你们这部分的想法跟规划是怎么样 会怎么样进行啊 就是目前来说是希望以我们开始来做 因为部落的主人他们基本上现在都还有自己的工作 那我们自己开始做起的话 目前想法是跟从今天有说到的 就是体验小旅行这一块开始做起 那以它为主就开始去分支 那这些分支比如像是我们要做出的野菜食谱 又或者是说之后要做出的一些互动交流设计的工作坊 或者是刚刚有说到的野菜的创新料理 那还有一部分是比如说要带给大家的都市园出名的议题 跟阿美族野菜的传统饮食文化 或者是阿美族在本身的纪念上面的一些文化的分享 对那还有很多这个部分是 他本来大家都会知道的一些阿美族的服饰 或是阿美族的歌舞 对那还有一部分是蛮多的 还有一个分支是 这个部落从现在是在原始的这样的部落里面 到往后可能要转化成一个文化园区 这一段过程的影像拍摄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计划 然后纪录片的形式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就是希望透过我刚刚说的 不管是这个小旅行的主轴或是其他的分支 能够让这一块变成这个永续经营的营业模式 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从我们开始做起到之后 是可以跟这部落的人一起合作再做这一块 你们这时程上面有规划吗 大概预计叫什么时候这个完成 目前是希望有五年的计划去做这件事情 但也许会继续的往后推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事实上也就是一步一步的走 就慢慢try慢慢try这样子了 一步一步慢慢来 对 不过那我知道你们计划现在其实 从你们一开始发想到现在 已经最近实际开始在推动 其实进行了一段时间嘛 那接下来会进行一些这个田野调查的工作嘛 那你们这些所调查到的这些资料 或者是你们刚刚提到这个食谱的部分 你们未来会怎么样做运用 我们有跟其他单位做合作吗 就其实食谱这一块我们是有跟更新音乐合作 那之前那个工作坊也是跟新音乐 就是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 对 那在这本食谱之后是要怎么推广 其实我们会把它做成一小册一小册一小册的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这半年 希望可以在这半年先做出一点成绩 那往后怎么样再说 那在这半年我们希望先把食谱做成一小册一小册一小册 那把这一小册或许可以放到原民的风味馆 或者是一些原民餐厅 或者是一些咖啡馆 那在这些就是食谐的地方放我们的小册子 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 某些就是野菜料理的主食方式 或者是认识这个野菜这样 其实你们这计划范围很广嘛 你刚刚提到很多的小旅行啊 食谱工作坊等等 你们就是慢慢慢慢一项一项的慢慢把它完成嘛 那之后可能 是是是 未来可能就像食谱一份可以出版 然后如果其他的这个计划 可以跟其他单位合作 你们也不排斥嘛 对不对 就是能够多方位的这个做一些尝试啦 对对对对 如果能够跟花东连接到也更开心了 跟花东地区的一些原住民部落嘛 对对对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最近有没有办什么样这个推广野菜的活动啊 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的话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管道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啊 就是我们其实八月刚好卡到部落风年纪 所以我们其实最近不太有什么太多的活动会给大家 对但是就是部落风年纪会是在八月二十七二十八 就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部落 对那我们的野菜推广计划目前是预计到九月开始 才会有比较密集的活动 欢迎大家支持 那这些相关资讯的话 有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吗 我们今天主要是在Facebook上面 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到粉丝专页上面去搜寻 搜寻食菜好文化工作室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咨询这样 这食菜就是那个吃那个食吗 对对对 食菜好 食菜好文化工作室 那相关上面呢就会有相关我们这个 接下来陆陆续续要推出的一些活动嘛 那还有一些您这个营造过程的经验分享上面都会有啦 是 OK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邀请的是食菜好文化工作室的成员之一 陈思玉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啊 他们推广阿美族野菜文化的过程 那么他们是一群年轻人 透过田野调查了解阿美族独特的餐饮文化 也邀请部落的妇女朋友一起加入 让原本被视为杂草的阿美族野菜 也能够成为餐桌上面的特殊佳肴 并且呢希望借此来带动部落未来的产业发展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想多了解他们的故事 或者呢是想实际体验阿美族的野菜文化 也不妨参考思玉所提供的资讯哦 您可以上脸书查询食菜好文化工作室 来进一步获知相关讯息 那么今天在待遇最后呢 也要再次谢谢思玉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故事 那么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哦 谢谢您哦 谢谢谢谢